第七十二章 自己坐那兒眼巴巴的守著 特醫院的建築隔音效果一流 重症病房也沒有醫護人員時常走動 趕走了眾風神們 一時間 四下安靜的 彷彿時空都凝滯了 王澤甚至能聽見 自己機械手錶裡微弱的饑荒聲 他的呼吸和心跳漸漸平息下來 腦子裡過電影似的 想起了很多事 想淫溺的記憶 想淫秋山 想自己當年剛畢業 第一次跟淫隊去參加蓬萊會議時的事 玉婆婆也是水系 聽說風神新進來個水系特能 就特意找她過去說話 她記得那老太太身上 有股很溫暖的氣味 是香燭 肥皂 老式雪花糕 和糕點混雜在一起的香味 一點也不像個熊霸一方的大佬 反倒讓她想起了老家的老祖母 玉婆婆當時還送給她一個水系的小技巧當見面理 就是她在海裡用的那個泡泡護盾 很實用 老太太說 水系分海水系和陸地系 像她這種偏陸地的品種到了海上會很吃虧 得預備幾張保命的底牌 她是存心想傳後備一點東西 方方面面都考慮了 不是上著自己資歷酒 隨意塞點華而不實的小把戲 賣人情 她在人間700年 耕潮迭代 世事變遷 她經歷了清平思 看著清平思沒落 又遙望著異控局大樓通天而起 難道一直在等赤淵那個所謂的封印松洞 好翻身嗎 要是那樣 他們這些後輩 在她老人家眼裡 就是普通人的走狗 特能人的叛逆吧 假如世界上所有的事情 都能非黑即白就好了 每個人的邊界 都像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親友就是純粹的親 就是高大權偉光正 只管放心大膽的愛 什麼都不用想 敵人就是純粹的壞 就是頭頂生窗腳底流濃 全身上下沒有一點可取之處 連形象都符合賊美鼠眼的反派標準 只管專心致志的恨 什麼都不用想 王澤又茫然地朝大門緊閉的重症病房 看了一眼 他之前在海裡喊話燕秋山 喊得義正言辭 主要是情況緊急 並急亂投一 試圖阻攔對方一下 其實他心裡明白 如果自己跟燕總異地而處 他剛烈的上限 可能就是不活了 再次一等 可能是隨波逐流 見意思迁 要麼就乾脆憤世忌俗 加入反社會行列 這才是人之常情吧 他實在想像不出燕秋山是怎麼年復一年 堅如磐石的 再見之春 再經歷一次之春灰飛煙滅 那塊石頭會碎嗎 王澤想不出來 他代理封神總負責人已經三年 在這之前還做了五年的支隊長 身經百戰 也是別人嘴裡的大佬 魚羊的杜促就一直想找他合影簽名 然而在燕秋山面前 他總是覺得自己軟弱 像個初出茅座的小男孩 心裡有很多的游移不定 很多的彷徨 王澤趕走了透視眼 默默地蹲在門口彷徨 完全不知道 這會兒一牆之隔的重症病房裡 一面牆上忽然泛起黑氣 黑氣越來越濃重 隨後從中滲出了一個人影 聖靈渊穿牆而過 繞繞的黑霧紗式地蒙在周身 趁得他面孔殊無血色 像尊血雕 牆裡的防護服 病房裡的監控鏡頭 一個個都跟龍了瞎了一樣 毫無反應 聖靈渊邁迈步走向病床上的燕秋山 一般傷口疼時間長了都能麻木適應 可他的偏頭痛卻一波接一波 一層一層地往上疊 他坐立難安 審訊室裡一幫人大驚小怪的 竟出噪音 聖靈渊沒旁聽完 就忍無可忍地離開了 從地下視出來 本想透口氣 不料兜頭被剩下陽光潑了一身 偏頭痛本來就怕見光 陛下彷彿當場又被扔進赤淵裡烤了一遍 太陽穴從一頭貫穿到了另一頭 眼前一時看不清東西 疼得他起了殺意 這殺意以及鬼使神差的 他來到了燕秋山的病房 燕秋山和他往日無怨 近日無仇 所作所為 無可指摘 這條小命還是陛下親手動回來的 可聖靈渊就是無緣無故地看此人便扭 一想殺人 就惦記起他 像他這種貨真價實的遠古暴君 是不講什麼道理道義的 但凡他看著別扭的 都加入了亂葬崗豪華套餐 所幸他雖然天天笑臉迎人 卻很少正眼看人 看著別扭的 著實不多 此時 聖靈渊一雙瞳孔黑得像無底的地牢 眼白裡卻布滿了血絲 黑霧暴躁地在他周身起起伏伏 他走到病床邊 面無表情地盯住了燕秋山 緩緩地伸出手 就在他指尖黑霧碰得燕秋山咽喉時 燕秋山身上忽然飛起一層金光 一個薄薄的保護膜緊張地把主人從頭包到了腳 撞開了那一縷險惡的黑霧 聖靈渊冷笑 雕蟲小氣 那是個氣靈的小把戲 將自己的一部分精魄 鍛造成一層保護 施架在主人身上 叫做氣靈甲 這樣 即使自己因故不在身邊 主人要是遇到什麼危險 可以將一部分傷害轉到氣身上 別說知春那氣靈已經死了 這保護造成了空架子 就算那刀靈還活著 也就是個半吊子 還不如他那缺心眼的劍靈小時候做的 有什麼東西飛快地掠過 聖靈渊的手微微一頓 他的 劍靈 聖靈渊是個活的屍孩 記憶好比一口破棺材 棺材裡只有一具光秃秃的骨架 刻錄他生平天經地脈一類的大事 骨架上斑斑的血印是他仇敵的名字 至於其他細枝末節 都爛了 劍光怕是要風化而去 沒人提 他不會自動挖出來回憶 他統共那麼一點從小妖身上借來的火氣 回憶不動了 然而此時 聖靈渊蒸蒸地站在燕秋山病床邊 隔著枝春殘留下來的保護膜 一些雞毛蒜皮式的小事漏過蟲蟲雞心 無端浮了起來 好像是大戰之前的事 劍靈才剛剛能脫離劍身四處活動 人間風景他看不夠似的 一天到晚在外野 不知從哪看來的秘法 說是棄靈可以捨一部分驚迫 給主人練一層甲 就瞞著他偷偷練 後來還是被發現了 他弄明白那玩意兒的原理之後 就給劍靈打了一道靜置 不准他再玩競術 以免他亂來 那小鬼連他隨手打的靜置都破不開 氣得直蹦 還想保護別人 想法也是很多 有那行功夫 不如專心修煉 這似乎應該算是件趣事 但聖靈渊卻笑不出 他多想一瞄 天靈蓋好像就要多裂一寸 很快將那些如煙往事從他心頭吹走了 然而聖靈渊的殺意卻像來時那樣 又毫無徵兆地散了 他拳起手指 眼神莫測地盯著那脆弱如紙的氣靈甲 一縷黑霧化作細細的一條 從他袖子裡流出去 鑽進了燕秋山的耳朵 這個燕秋山不知為什麼 身上有種熟悉的氣息 總能勾起他的生前事 這人年紀輕輕 有這種修為也是奇怪 如果不是一出生就有丹藥堆著長久閉關 那很有可能是接受過什麼傳承 燕秋山整個人都是當代醫療手段吊著的 喘氣全靠呼吸機 一時活動並不沉寂 腦子裡有無數過往的碎片 知春刀鈴剛剛覺醒 懵懂地在人間搜索 一屁股坐在遙控器上 被突然蹦出人來的電視 嚇得一步蹦上沙發背 知春第一次跟燕秋山合影 看見別人勾肩搭背 也想伸手 伸一半又覺得不妥 正在半空中上下猶豫 被不耐煩的攝影師一下按了快門 知春形勢老派 總是跟不上時下流行的俏皮 有年輕的新隊員不知道他的底細 偶爾試圖套近乎 撞著膽子跟他說幾句玩笑話 成批的在他那張斯文端莊的面孔下敗退 他得回去自己琢磨好一會兒 才明白過來玩笑的點在哪 然後一個人能笑一天 知春七情敏銳 看點什麼畫本細說都能真情實感 燕秋山休假 有時間陪他看電影 每次都是裝作不經意的隨便點一個 其實自己偷偷在網上查很久的評論 專門帶知春去看那個最好哭的 知春讀信 男兒有淚不清談 不肯在大庭廣眾之下流眼淚 黑燈瞎火的也不行 會一直死扛著 然後一回家 就變得很黏人 燕秋山30歲生日時 知春認為兒曆之年是大日子 不知從哪兒學了一套洋玩意兒 在蛋糕上插了蠟燭讓他吹 逼他閉眼許願 燕秋山以為自己不老不小一個爺們兒 像小孩子一樣閉眼做衣 搞迷信 實在不像話 敵死不從 於是趁知春不注意 一口氣把蠟燭全吹飛了 直接動手 除走好大一塊奶油 往嘴裡一塞 叼了就跑 聽見身後知春撲過來的聲音 他借著大笑閉了一下眼 他心裡默念 咱倆比天長地久再多一秒吧 諸多的 諸多的瑣事 有那麼一瞬間 聖凌淵沒有血色的嘴角 竟輕輕地往上提了一下 隨後看見了那聲天長地久的妄念 他尚未成形的微笑又凍住了 朽目 他想 蠢不可言 他懶得再查 像是再也不想看燕秋山一眼 轉身消失在了病房裡 到底是沒有碰壞知春留下的氣靈甲 分局那邊 聖凌淵一走 宣姬的魂就不知怎麼 也跟著飄了 可是審訊不聽不行 他配合精神系審訊員 把瞎子的腦子翻了個底掉 直到那通緝犯在惡咒下 已經有要吐白沫的趨勢 審訊才告一段落 宣姬拆解了速回 來不及跟同事打招呼 就跟被三脊撇著似的 瘋一樣地跑了 不對 宣姬從天魔見靈的記憶裡 知道了很多常識 妖族語和仁族語不一樣 不是學的 是所有妖族血脈裡帶的 天生就會 當代特能人血脈稀薄的約等於沒有 聽不懂妖族語就算了 可聖凌淵生母是妖族地基 至少有一半妖族血統 天魔見靈記憶裡 丹黎只教過小殿下教人語 絕對沒有教他說妖族語的背景 因為聖凌淵肯定天生就會 既然不是學來的外語 怎麼會生疏 怎麼會被王澤問得卡殼 不知道為什麼 宣姬有種直覺 這個疑點很重要 她幾乎立刻就想找聖凌淵問清楚 宣姬先是回了特醫院 見他寄存的東西 還原原本本地在那放著 他神時掃過整個特醫院 沒掃見聖凌淵一根毛 於是又去了分局接待沒受傷同事的合作賓館 得知聖凌淵根本沒來住過 他連聖凌淵走紅的那家網紅店都去看了 一無所獲 宣姬仗著自己有翅膀 團團轉著把整個漁洋室翻了個底朝天 從下午一直找到半夜 聖凌淵仿佛是封路鎖化 需要路面的時候無處不在 不想路面的時候又能隨時蒸發 便尋不到 宣姬找了個最高的建築 落在了樓頂上 往防護欄上移坐 想起聖凌淵在審訊室裡那張隱忍著什麼的臉 猜他可能是偏頭痛又犯了 陛下那千刀萬寡不咒一下沒得忍耐力 宣姬想不出他的頭會有多疼 能讓他差點兜不住一貫的從容 一地而處 假如是自己遭受難以忍受的痛苦 宣姬坐在樓頂上琢磨 我會去哪兒呢 能對付的小傷小病 他會回家 永安的租屋把自己關在房間裡 裹一張充滿自己氣息的小毯子拳著 如果是癌不過的大傷大痛 他也會回家 回赤淵谷底 赤淵谷底是他出生的地方 也會是他買谷的地方 是他的故鄉和歸宿 那有安全感 那麼 那位陛下 會去哪兒攒避擾人的光呢 宣姬病急亂投衣 打開手機 臨時在網上買了個論文數據庫的賬號 點進去翻找各種研究武帝的文獻 一目十行地看完了一答 他發現自己竟是白看 文獻上說 武帝統一後 除了幾次來去匆匆的巡查 再沒有離開過杜陵宮 古建築杜陵宮早在2000多年前 就被戰火復之移去了 如今的就職只是個後人憑想像修的旅遊景點 東川是他的第二故鄉 然而東川滄海桑田 烏人種已經消失在了秘銀炮和大水中 他沒有後代 六卿皆無 宣姬突然發現 在這個世界上 除了蠢蠢欲動的赤淵 聖陵淵找不到一點和自己有聯繫的地方 是個飄得不能再飄的過客 難以名狀的悲意突如其來 宣姬的心憑空跳斷了幾拍 突然 遠處傳來悶雷的聲音 宣姬猛地抬起頭 見海上突然聚攏了一塊雷雲 隱約有雷電閃爍 但似乎正猶豫著該不該落 好像正是那被炸毀的高山王子墓的方向 宣姬迅速摸出手機 看了一眼天氣預報 漁陽往後三天 都是十里艷陽天 天線異象 只能是 他展開翅膀 猛地竄上雲間 朝大海飛掠而去 因為是近海 漁船貨船常來常往 漁陽分局處理得很麻利 屍體和遺跡該封存封存 該處理處理 這會兒 海裡已經乾淨了 大部隊也撤走了 海水隨著微風悠閒的起伏 除了頭頂躍躍欲似的雷雲有點嚇人之外 彷彿什麼都沒發生過 宣姬這回身邊沒帶水系 只好用起他會的那幾句別角的驕人語 然後喊陛下的名字 試圖鎖定那位的位置 盛宣 大海毫無反應 海浪的聲音輕而易舉地蓋過了人生 奇怪 宣姬皱了皱眉 用驕人語找人 他成功過一次 那證明他的驕人語發音沒什麼問題 不過 找人的時候必須叫目標自己承認的正式名字 難道因為是皇帝 所以這個大名得帶尊號 盛宣 陛下 武帝陛下 啟政陛下 還是沒反應 驕人語落入海裡 似有回音 隨著漣漪一起彌散開 再不回來 好像幾千年前就消失在大海深處的大魚 還留有幽靈 被人騙了一千次 第一千零一次仍然讀信 世上有真情留給他們 仍肯回應人們的祈求 宣姬等了一會兒 落進海裡的驕人語沒有帶來一點回音 他皺起眉 翻出手機 又把武帝陛下那些嘗得要命的 妙號 嗜號 各種號都試了一遍 大海依然毫無回應 驕人語的回音裡 仿佛都帶上了恨鐵不成鋼的嘆息 聽說教人語叫的是人魂 只有對方承認的名字 才能有回音 宣姬悬在海面上 驚巡片刻 忽然扶置心靈 試探性地嘀咕了一聲 聖鱗鱗 聲音沒落 海底深處似乎傳來嗡的一聲清響 一個漩渦緩緩成形 宣姬忽然明白了什麼 乾脆連聖都省了 叫道 零雲 海面應聲掀起一層波濤 一群不知從哪來的銀色小魚緩緩游過 魚群組成了一個巨大的魚尾形 直朝著海底伸去 旋機連忙深吸一口氣憋住 跟著那魚群一頭扎進海裡 雖然沒有水系加持 但它好歹是個大妖 費活量還是一魚常人的 只要不在海裡 跟誰大戰三百回合 各把小時的氣它還憋得住 魚群隊伍居然一直不散 小魚們彷彿事先排練過走位 位置變幻毫不生硬 在無星無月的夜裡 遠遠望去 領路的就像深海驕人的幻影 據說潛水源潛入深海 會因為吸入氣體成分改變 產生幻覺 宣姬沒喘氣 也不是人 應該不至於 可也許是海水模糊了它的視線 也許是周遭回蕩的驕人羽 透過水升船來太過飄渺 它忽然產生了一點恍惚感 仿佛有人在它耳邊說 你這回健身出世 自由了些 可千萬別忙著得意 玩物喪至 若是好好修煉 五十年之內或能修出真身 到時候真身行走人間豈不方便 想去哪去哪 想做什麼做什麼 好玩的日子在後面呢 想偷懶的時候 不妨給自己打算打算將來 將來你有什麼願望 我想變成驕人 它聽見自己說 變成什麼 對方惡然一瞬失笑道 那你怕是要重新投胎 有鳥變魚 你當你自己是昆蓬嗎 想出海玩就說想出海 變什麼驕人 不是想出海 是因為驕人情深 它恍恍惚惚的想 恍恍惚惚的膽怯著 不敢對一無所知的心上人說出口 只好隨口打岔過去 就是想出海 聽說海裡有一尺多長的大螃蟹 哎 你這人 領會意思不就得了 沒事挑我口誤 顯得你聰明嗎 那人卻一頓 不知是不是冥冥中 感覺到了什麼 並沒有像往常一樣 跟他伴嘴玩 戴著保檢的手 輕輕拂過他的健身 沉默了一會兒 忽然說 你原生本是朱雀神鳥之後 有意之王 將來修出真身 必是背生兩義 可以扶搖直上的 我盼你身無負累 自由自在 風行萬里無阻 什麼驕人的 不吉利 以後說話不要這麼口無遮攔 也懂點是吧 小雞 小雞兩個字在宣姬耳邊炸開 他心神俱陣 不小心吐出口氣 差點嗆水 玄姬四肢並用地穩住自己 重新屏好呼吸 回過神來 發現魚群把他引到了 威雲王子墓的廢墟裡 墓穴機關已破 主體都被炸成渣了 但畢竟體量龐大 遠處還殘留著一些墓道 魚群疏得散開 嬌人的幻影消失了 玄姬看見那墓道裡有黑氣繚繞 他往前游了一會兒 臉上一涼 海水溫度在急劇下降 玄姬打了個冷戰 浮開擋在眼前的水草 終於看清了 那節墓道被整個凍住了 有個熟悉的人躺在裡面 熟悉又陌生的人間 無一處可落腳 於是他在古墓深處 最不見天日的地方 給自己動了一口棺材 彷彿只有在棺材裡 他才能睡得著 露小 他偷偷偷偷偷振